魏斯里系列 第十二篇 不死药 尼框 第十一部 我会不会成为白痴 那艘潜艇的式样十分残旧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移下来的东西 但是看它从水中浮上来的情形 它却分明有助十分良好的性能 由于潜艇在近距离浮上海面 海水激起了一阵一阵浪头 独木舟左右轻浮住 我和骆志迁都几乎跌进了海中去 这本来倒是我一个跳海逃走的好机会 但是我能逃脱潜水艇的追踪吗 事已 我只是略想了一想 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不多久 整艘潜艇都浮了上来 潜艇的舱盖打开 露出了一个人的上半身来 那是一个十分受血的日本人 骆志迁向那日本人扬了扬手 你回驾驶室去 我要招待一个朋友进来 那日本人立时缩了回去 骆志迁将独木舟滑进了潜艇 你先上去 我并不立即跳上潜艇 只是问道你究竟想我做些什么 骆志迁一面笑住 一面玩弄住手中的手枪 显然是想在恐吓我 同时他道 关于细节问题 可以在潜艇中商量的 上去吧 我凝视了他的手枪一会 他的枪口正对准了我的心脏部分 我如果不想心脏中枪 跌进海中去喂鲨鱼 那就只好听他的命令了 我一纵身 跳到了潜艇的甲板上 他继续扬住枪 于是我就从潜艇的舱口之中 钻了进去 骆志迁跟住 也跳了进来 这是一艘小潜艇 在当时来说 这一定是一艘最小型的潜艇了 而这种小潜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 当然不是做攻击用 而主要是用来作为通讯 或是运送特务人员的用处的 他至多只能容五个人 但这艘潜艇虽然小 而要一个人能够操纵他 使他能够顺利航行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日本人一定是机械方面的天才 进了潜艇之后 我被骆志迁逼进了潜艇唯一的一个舱中 我们一起在多层床之上 坐了下来 骆志迁仍然和我保持住相当的距离 和一枪指住我 我的心中十分乱 但是我还能问他 你究竟准备将我怎样 骆志迁道 我要你参加我的计划 我冷冷地道 将不死要装在坪中出卖 是的 但那是最后的一个步骤了 第一 你必须先和我一起 回到汉童驾岛上去 将那岛上的土人 完全杀死 一个不留 我的身子 剧烈地发起抖来 我历时历生道 胡说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 是疯子吗 骆志迁也抱我 以冷笑 但是你也不必将自己打扮成一头绵羊 你没有杀过人 最近的例子是波金 也就是死在你的手下的 我历及道 那怎可同日而语 波金是一个犯罪分子 而岛上的土人 骆志迁不等我讲完 便猛地一挥手 打断了我的话头 别说了 就算波金是一个犯罪分子 你是什么 你是法官吗 你自己的意见 就是法律吗 你有什么资格 判定他的死刑 而又亲自做跪子手 骆志迁一连几个问题 问得我哑口无言 我早已说过 在我几年来 所过的冒险生活中 遇到过各种各样 形形色色的对手 但是没有一个像骆志迁 那样厉害的 然而 此际我更不得不承认 骆志迁的机智才能 只在我之上 不在我之下 在我发呆 骆志迁已冷笑道 你不愿动手也好 我一个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全部杀死他们 对他们来说 也没有什么损失 他们那样和岁月的飞度 完全无关的活住 和死又有什么分别 我的呼吸 抖得急促了起来 因为我从骆志迁的神态中 看出他不是说说就算 而是真的准备那样去做的 这怎不便我骇然 骆志迁竟要在如此宁静安详的岛上 对和平和善良的土人展开大屠杀 世上可以说 再也没有像他那样既冷静 而又没有理性的人了 我心中在急促地转住念 我在想 这时候 如果我能将他手中的枪夺过来的话 那么 或者还可以挽救 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 但是 骆志迁显然也在同时 想到了这一点 因为 刚当我想及这一点 还没有什么行动之际 骆志迁以抖地站了起来 他向后退出了一步 拉开了门 闪身而出 他的动作 十分快急 在我还未曾有任何行动之前 他已然退到了 舱外了 他手中的枪 仍然止住我的心口 你最好不要动别的脑筋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军队中的时候 是全能射击冠军 而且 当我发觉你 真的一点也没有 和我合作的诚意之后 你是死是活 对我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你可知道吗 我呆了一呆 他的话很明白了 如果我再反抗 那么 他就不再需要我 要将我杀死 他话一讲完 便砰的一声 关住了舱门 我立即冲向前去 门被在外面锁住了 我用力推 也推不开来 我四处寻找住 想寻找一点东西 可以将门撬开来的 我这时也不知道自己 即使撬开了门之后 该做如何打算 但是我却一定要将门打开 我找到了一柄尖嘴的钳子 用力地在门上撬住 打住 发出砰砰的声音来 但是 我发出的一切噪音 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只是 从船身动荡的感觉上 我知道潜水艇 是在向下沉去 沉到了海中 那也就是说 骆志谦已开始实行 他的第一步计划了 他要到汉童驾岛上去 去将土人全都杀死 那些土人 不但绝没有害他之意 而且 多年之前 还曾经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但是如今 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却又实在 无法做什么 我仍然不断地敲住门 叫住 足足闹了半小时 舱门才被再度打开 我立即向外冲出去 可是我才一冲出 我的后脑 便受了重重的一击 我眼前一阵发黑 重重的扑倒在地 我被那重重的一击打的昏过去了 我虽然昏了过去 可是或许是因为 我已服食了不死药的缘故 我的感觉是十分异常的 我的眼看不到东西 四肢也不能动 也没有任何感觉 耳中也听不到什么声音 但是我却感到自己十分清醒 这的确是十分异特的感觉 因为好像在那一沙间 而且灵魂和肉体 似乎已经分离了 但是这个灵魂 却是又盲又聋 什么也感不到的 那种情形 才一开始的时候 是感到一特 可是等到感到了什么 知觉也没有的时候 那却使人觉得 十分痛苦和恐怖 因为这正像一个人四肢 被牢牢地附住 放在一个黑的 不见天日的地窖中一样 我的思想不但在继续住 而且还十分清醒 这一阵恐惧之后 我自己又告诉自己 这是短暂的现象 我已昏了过去 但是由于我曾服食过 超级抗衰老素的缘故 我的脑细胞一定受了刺激 所以在昏了过去之后 使我还能继续保持思想 我这样想住 才安心了些 我只好听天由命 由于我根本一点感觉也没有 所以我也不知道 在我昏了过去之后 骆志谦究竟是怎样对付我的 我自然也无法知道 我究竟昏过去了多少时候 等到我又有了知觉的时候 是我听到了 一阵又一阵的尖叫声 我的听觉先恢复 那一阵阵凄惨之急 充满了绝望 可不得尖钟声 传入了我的耳中 在初始听来 声音似乎是来自十分遥远的地方 但是当我的听觉 渐渐恢复了正常之后 我却已然听出 那声音就是在我的身旁不远处 发出来的 而且不但是那一阵阵的惨叫声 而且还有一下又一下的 连续不断的枪声 和子弹尖锐的呼啸声 这一切惊心动魄的声音 令得我的神经大为紧张 我抖地睁开了眼睛来 在我未睁开眼睛来之前 我已然觉得十分不妙了 而当我睁开眼睛来之后 我双眼睁得老大 老实说 我是想历时闭上眼睛的 但是我竟做不到这一点 我看到的情形 使我全身僵硬 以致我根本无法闭上眼睛 同时 我也几乎无法思想 我从来也未曾亲眼目睹过如此疯狂 如此残忍的事情过 骆志谦手中执着手提机枪 他在不断地扫射住 子弹呼啸地飞出 射入土人的体内 本来岛上的土人 只有在心脏部分中枪 才会引起死亡的 但这时 骆志谦却根本不必瞄准 因为他只是疯狂的 不停的扫射 每一个土人的身上 至少被射中了 二十粒以上的子弹 在那么多的子弹中 总有一粒是射中了心脏部位的 因之当我看到的时候 荒帝之上 已满是死人 有十几个还未曾中枪的 或是未被射中致命部位的 只是呆呆地站住 看他们的样子 他们全然没有反抗的意思 事实上 只怕他们根本不知该怎样才好 并不需要多久 那十几个人也倒下去了 枪声突然停止 枪声是停止了 因为我看到 骆志谦直住了枪击的手 已缩了回去 他已在伸手抹汗了 但是我的耳机 却还听到不断地打打声 那当然是幻觉 幻觉的由来 是因为我对这件事的印象 实在太深 太难忘了 过了好一会 我才能开始喘气 我喘气声 引起了落志谦的注意 他转过身 向我望来 并且露出了狼一般的牙齿 向我凝笑了一下 怎么样 我激动地几乎讲不出话来 我用尽了气力 才道 你是一个 一个 正在我不知 该用什么形容词 去形容他的时候 他将枪口移了过来 对准了我 但是我还是大声叫了出来 你是一个 发了疯的畜生 骆志谦突然又搬动了枪击 但是 他在搬动枪击的时候 手向下沉了一沉 使得枪口斜斜向上 是以十多发子弹 呼啸住在我头顶之上 飞了过去 我站了起来 向他逼近过去 那时候 我脸上的神情 一定十分可怖 因为他也出现了 骇然的神情来 尖叫道 你做什么 就在他发出了 这一个问题之际 我一抖地向前 一个剑步 窜了出去 跳到了他的面前 同时了一声叫道 我要杀死你 他扬起 手中的手提机枪 便向我砸了下来 可是我出手 比他快 我的拳头 已重重地陷进了 他腹部的软肉之中 这一拳的力道极重 骆志谦可能不知疼痛 但是他却无法避免抽搐 他的身子立时弯了下来 同时他手上的力道也消失了 所以当他那柄手提机枪 砸到我的时候 我并不觉得怎么疼痛 我甚至没有停手 就在他身子弯下来之际 我的膝盖又重重地抬了起来 撞向他的下颗 他被我这一撞 发出了一声怪叫 扎手扎脚 抛开了手中的枪 身子仰天向下 跌了下去 我立时扑向他的身上 将他压住 如果说骆志谦用机枪屠杀土人的行动是疯狂的 那么我这时的行动也几乎是疯狂的 我在一扑到了他的身上之后 毫不考虑地使用双手 紧紧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我用的力道是如此之大 以致我的双手完全失去了知觉 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意念 那便是我要掐死他 我一定要掐死他 我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强 我从来也未曾出过那么大的大力 我相信这时候的大力 可以将一根和他颈子同样粗细的铁管子抓断 他的颈骨开始发出格格的声响 他双手乱舞 双足乱蹬 可是在他的足足挣扎了五分钟之后 他的挣扎却已渐渐停止了 同时这时候他张大了口 舌头外露 双眼突出 样子变得十分可怖 我见到了这种情形 心中第一件想到的事 便是他死了 但我接住又想到 他是不会死的 当我接连想到了这两个问题的时候 我的头脑清醒了许多 我进一步的又想到 他不能现在就死 那对我极之不利 当我想到了这一点的时候 我双手突然松了开来 身子也跌在地上 刚才我出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因之这时 我甚至连站立起来的力道也没有 在我的双手松了开来之后 洛志谦仍然躺住 他两只突出的眼睛 就像是一条死鱼一样的瞪住我 他全然未动 是因为我根本无法知道他是死了 还是仍然活住 我喘了几口气 挣扎住站了起来 我的视线仍然停在他的脸上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才看到他死于般的眼睛 缓慢地转动了起来 他没有死 他又活了 他眼珠转动的速度 慢慢地快起来 终于他的胸口也开始起伏了 然后他以十分干涩难听的声音道 你几乎饿死我了 他活过来了 任何人在警济受到这样大的压力之后 十分钟都是必死无疑的了 但是洛志谦却奇迹也死地活了过来 看来除非将洛志谦伸手一触 他真是难以死去的 他手在地上撑住 坐了起来 他脸上的神情也渐渐地回复了原状 他也站起来了 他站起来之后 讲的仍是那一句话 道 你几乎掐死我了 我吸了一口气 道 我仍然会掐死你的 他苦笑了一下 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出了两步 看来我们难以合作的了 他一面说 一面向前走住 我不知道他向前走来 是什么意思 是一指静静地看住他 可是 突然之间 我明白他是做什么了 也就在那一刹尖 洛志谦的动作 抖得变得快急无比了 但是我却也在同时 向前跳了过去 他迅疾无比地向前扑出 抓了机枪在手 但是 我也在同时跳到 双足重重地 踏在他的手上 我双脚踏了上去 令得他的手 不能不松开 我一脚踢开了机枪 人也向前奔了出去 洛志谦自然立即 随后追了过来 可是他的动作 始终慢我半步 等他追上来的时候 我已经握枪在手了 我冷冷地道 别动 我一般机枪 即使你是在不死药中长大的 你也没命了 洛志谦在离我两马远近处 停了下来 他喘住气 你想怎样 我回答道 先将你押回去 再通知警方 到地温岛去找百秀琼 洛志谦道 你准备就这样离开 我向旷地上 横七竖八的尸首 望了一眼 当然 你以为我还要做些什么 他徐徐地道 我是无所谓的了 反正我回去 就难免一死 可是你 你准备带多少不死药回去 我可以提议 你多带一点 但是你能带得多少 就算你能将所有的不死药完全带走 也有吃完的一天 到那时候 你又怎样 你知道 在什么样的方法下 可以制成不死药 他一连串 向我问了好几个问题 可是这些问题 我却一个也答不上来 他又笑了笑 我想你如今总明白了 没有你 我可以另找伙伴 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但如果你没有了我 那就不同了 我待了好一会 他这几句话 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了 我后退了几步 在一个已死的土人的妖际 借下了一个竹筒来 养天喝了几口不死药 我连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 会有这样的行动 那就像是一个有烟瘾的人一样 他是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放下一切 而去点燃一支烟的 洛志谦看到了这等情形 历史节节怪笑了起来 我说的对吗 我抖得转过身来 手中仍握住枪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要挟到我 我仍然要将你带回去 我一定要你去接受死刑 他面上的笑容 抖得消失了 他的脸色也变得难看到了几点 他顿了一顿 道你一定是疯了 你难道一点不为自己住想 我告诉你 土人全部死了 只有我一个人才会制造不死药 我又吸了一口气 你放心 我不会祈求你将不死药的制法讲出来的 说实在的 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将来 究竟有什么打算 那是一点也说不上来的 但是我却肯定一点 我要将落智谦带回去 我在土人的身边 取下了一只极大的竹筒 将只抛给了落智谦 我自己也选了一只同样大小 也成了不死药的竹筒 然后我用枪指住他走 落智谦仍然双眼 发定地望住我 他显然想做最后的挣扎 因为他还在提醒我 你真的想清楚了 你将会变成白痴 我既然已下定了决心 那自然不是容易改变的 我历时到 不必你替我担心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有数 你不必多说了 落智谦的面色 时是比这时 正在上空漫步开来的乌云 还要难看 他慢慢地转过身去 背对住我 又站了一会 才向前走去 我则跟在他的后面 在到达海滩之前的 那一段时间中 我心中实在乱得可以 我将我自己以前 可能有什么的遭遇一事 完全抛开 只是在想住 到了海边之后 当然我是用潜艇 离开这个小岛了 但如果仍是由 那个日本人 来驾驶潜艇 我就必须在漫长的航程中 同时对付两个人 这是十分麻烦的一件事 我自己多少也有一点 驾驶潜艇的常识 如果由我自己来驾驶 那么问题当然简单得多了 我已然想好了主意 所以当我们快要到达海边上 那日本人迎了上来之际 我立即喝道 你 你走到岛中心去 那日本人开始是 大惑不解地望住我 接住 他的肩头怂起 像是一头被激怒了的猫一样 想要扑过来将我抓碎 但当然他也看到了我手中的枪 示意他终于没有再说什么 依住我的吩咐 大踏步地向到中心走去 那日本人没有出声 可是骆志迁却又怪叫了起来 那怎么行 你会驾驶潜艇吗 我并不回答他 只是身枪在他的背部顶了顶 令他快一点走 我们一直来到海边上 潜艇正停在离海边不远处 我有了上一次失败在骆志迁手中的经验 这次小心得多了 我出其不意地掉转了枪柄 在骆志迁的头上 重重地敲了一下 他连哼都未曾哼出声 便一个金斗 翻倒在地上 我找了几股野藤 将他的手足紧紧地捆覆了起来 再将他附在肩上 向潜艇走去 到这岛上来的时候 我是昏了过去 被骆志迁抬上来的 可是这时却轮到他昏过去 被我抬下潜艇的了 我的心中多少有点得意 因为至少最后胜利是我的 我将骆志迁的身子从舱口中塞了进去 然后我自己也跟住进去 将骆志迁锁在那间舱房中 替他留下了一桶不死药 而我则来到了驾驶舱中 检查住机器 我可以驾驶这艘就是潜艇的 而且我发现潜艇中的通讯设备 十分完美 只要我能够出了那巨浪地带之后 我就可以利用无线电设备求救的 我先令潜艇离开了海滩 然后潜向水去 向前驶住 当潜艇经过巨浪带的时候 在海底下 暗流也是十分汹涌 潜艇向摇篮也似的左右翻滚住 我只担心它会忽然底向上 再也翻不过来了 但这一切担心 显然全是多余的 潜艇很快的便恢复了平稳 而且我也成功地使潜艇浮上了水面 于是我利用无线电求救 求救所得的反应之快 更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在一小时之后 便已得到了一艘澳洲军舰的回答 而六小时之后 当大海的海面之上 染满了晚霞的光彩之际 我和洛志谦已登上这艘澳洲军舰了 军舰的司令官是一位将军 我并没有向他多说什么 只是将由国际警方发给我的那特别证件 交给了他检查 同时我声称洛志谦 是应该送回某地区的死囚 而我正是押解他回去的 司令并不移及其他 他答应尽可能快的将我们送到最近的港口 司令完全实现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 24小时之后 我们已经上岸 而且立即登上了飞机 我也在起飞之前 实现了我当时许下的愿望 我和白素通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 我将要回来了 在长途电话中听来 白素分明是在哭 但是毫无疑问 他的声音是激动的高兴的 第三天中午 我押住洛志谦回来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在机场欢迎我的 除了白素之外 还有警方特别工作室主任杰克中校 杰克中校显然十分失望 因为他是想我 永世不得翻身的 想不到我却又将洛志谦带了回来 但是他却不得不哈哈强笑住 来表示他心中的高兴 洛志谦历时被移交到警方手中 再走了 好了 事情到了这里 似乎已经完结了 但是还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地方 却是非交代一下不可的 尤其请各位注意的 是最后一点 要交代的个点是 一 洛志谦立即接受了死刑 死了 二 百秀琼在帝问倒 成了白痴 因为他服食过不死药 而又得不到不死药的持续供应 洛志兄弟十分相似 但是他是知道 坠崖而死的是他的丈夫 然而 他是一个十分精明 实在精明的过分了的女人 所以在他的丈夫死后 他竟和洛志谦合作 欺骗我 将洛志谦救了出来 他以为是可以借此成为 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的 结果却只是一场春梦 三 在我回来之后的第三个月 有一则不怎么为人注意的新闻 那是说 在南太平洋之中 忽然发生海啸 海啸来得十分奇怪 像是有一个岛国 因为地壳变动而露尘了 可是这地方 似乎没有被人发现过有岛屿 由于那里的风浪特别险恶 事已除了空中视察之外 无法做进一步的检查 而空中视察的结果则是 海面恢复平静 不见有岛屿 但似乎有若干东西 漂浮海面之上 当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知道 汉铜架岛露尘了 也就是说 地球上只怕再也找不到 由那种神奇的植物中 所提炼出来的抗衰老素 不死药了 四 第四点 也是最后的一点 要说到我自己了 我 在和白素团聚之后 我不得不将 不死药的一切告诉他 我秘密地和几个 极著名的内科医生 内分泌专家接头 将这种情形 讲给他们听 几个专家同意 对我进行治疗 他们的治疗方法是 每日以极复杂的手续 抑制人体内 原来分泌抗衰老素的 腺体的作用 使我体内的 抗衰老素的分泌 恢复正常 而在必要时 他们还要替我 施行极复杂的手术 那种手术 是要涉及内分泌系统的 他们这几个专家认为 如果抑制处理的治疗 措施不起作用的话 那么就要切除一些的 分泌线 内分泌系统 一直是医学上 至今未曾彻底了解的 一个系统 他们能不能成功地 切除我身体之内的 一部分内分泌线 而我体内的 一部分分泌线 被切除之后 会附带产生 什么的副作用呢 尽管要对我进行 治疗的全是专家 但他们也要我在 一厢情愿 接受治疗的文件上 签字 当我在这个文件上 签下了我的名字的时候 我心中不住地 在苦笑住 我究竟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我相信白素的心中 一定更比我难过 虽然他竭力地忍住 绝不在我的面前 有任何悲切地表示 而且还不断地鼓励我 但是 我是可以看得出 他心中的难过的 当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脸上 虽然挂住笑容 但是他的手指 却总是紧紧地扭曲住 表示他心中的紧张 而我 除了按住他的手之外 绝没有别的办法 去安慰他 这实在是 我不愿多写的悲惨之事 我是否可以没有事 既然连几个专家 也没有把握 而在那一段 漫长的治疗时间中 我必须静养 与世隔绝 结果会怎样呢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 我是连续小说的主角 当然逢兄话急 不会有事的